我们一旦是无知前 本周六22点50 敬请关注 改变从微小的行动开始 美好在日常习惯里延续 城市新时尚 源于每个人的参与 以行动号召行动 人人都是志愿者 垃圾分类志愿先行 国是千万家 有国才有家 国是家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扎老师选策了旧场九方之头 大家好 我是李婷 继昨天市场膨涨之后 今天的指数涨势趋缓 展开了震荡 但是题材股表现是依旧活跃 当下可以忽略指数做个股吗 哪些板块短期会有交易性的机会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谈股论经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真知灼见 可在谈股论经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 马上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 李婷 你好 今天市场是重返了3500点的一个大关 那么市场能不能继续推进 这个推子用的好 这里不能用敲 这个推敲 推敲 在这里一定要用推 推是什么意思呢 要用力 在我们股票市场当中 用力怎么用 成交量 那今天那个成交量是放大了 放大到了14000亿 相比前些时候 那明显是上了一点点台阶 那近阶段呢 尽管成交量一直在万亿以上 甚至在12000亿以上 但是高于13000亿的一个时间呢 还是偏少的 那么今天呢 14000亿 说明市场在推 那么能不能再继续往前进一步 那继续往前进一步 下一个关口在哪里呢 很显然是六四日均线 我们为什么不说点位呢 因为六四日均线是活动的 每天往下在移动 那首先说明六四日均线 每天往下移动呢 是有一个反压 你冲的话 那这个一定要用更大的一个力 也就是说明天也许要用 14000亿以上的一个成交量 去推进 才能够过 才能够站稳 那么是不是就一定只有这一条路 市场才能够站上去呢 也未必 为什么说也未必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这几天吧 从上周五开始 有一个板块腾空出世 哪个板块呢 工业母基板块 那工业母基板块呢 在昨天几乎是算登峰造极 到了一个比较的一个高度 总共昨天这个板块是30个个股 我们用大智慧软件来说明这个问题 30个个股 其中25个是涨停或者涨停以上 我们指的是10% 板块涨了12.5% 所以今天呢 我们发现它的一个表现 跟昨天相比啊 落了不少 尽管最后还是涨的 但基本上呢是高开以后啊 五分钟之内 冲出了当天的一个高点之后啊 开始缓缓回落 说明资金开始从 这个热点板块上 有流出的一个现象 那么流出的一个资金流向哪里 那曾经我们跟大家分析过啊 工业母基板块啊 那么实际上就是 所谓说那个白一点啊 那就是速控机床 对吧 那么速控机床是干什么的呢 是高端工业设备制造的设备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 结果有点拗口啊 但我们知道 这个不仅是刀具的一个变化啊 是加工手段的一个变化 更是它背后有工业软件 有人工智能在这背后 所以假如说这部分资金流出 能够交到工业软件 能够交到人工智能 上下游相关的这些板块 那可能就漂亮 因为本身工业软件 以及人工智能 这两个板块 是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 咱了一段 开始有所震荡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有资金流入的话 那很可能会冲出去一波 那这样冲出去一波的话 那对于整个指数向上 上一个小台阶 那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今天这部分资金流出以后 基本上没有流入到 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板块 而是流入了 本身处于偏高位的一些板块 你比如说上午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有机规 那么佛化工 这些板块 本身就是一路上涨 高高再上 那你想把这个资金 流向这些板块 除了能够让这些板块 从高位再上一个台阶 或者说白尺干头 更上一层楼吧 再往上难度就极大了 跟风资金也不太愿意 再启动这部分板块 那么这样的话 你把指数往上带的话 难度就大了 所以明天的一个关键 除了一个成交量之外 那我想板块热点的一个 恐怕也是成为明天市场 能不能继续走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好了回过头来呢 说说今天的一个市场 那么刚才说到呢 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成交量还是放大了 达到了一万四千亿 那昨天北向资金呢 上午流露是比较多的 三十亿左右 但是到了下午我们一看 哇 流回去了不少 当然最后还是 总体上还是流露 那么今天呢 今天蛮有意思的啊 总体上呢流露五十三亿 护股通呢流露五十个亿 那如果深股通也有五十个亿的话 那今天回 这个北向资金就有一百亿之居了 那可惜 深股通呢 基本上就在下面趴着 全天流入三点一五个亿 显然一见 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资金的一个流向方面 从北向的一个角度来说是颇角啊 那明天能不能双方能够平衡一点 那比较关键啊 看一下南下资金 南下资金呢 今天流入二十一个亿 那么这对A股市场来说 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啊 两市呢 也总共是十一个亿啊 一个是十个亿啊 是不多 那看看市场风格的问题啊 那么今天小盘股和大盘股叠加以后呢 近未分明 从上午前面一刻钟 就区分出了今天的一个热点 那很明显呢 今天在前面一刻钟 我们可以看到大盘股的一个指数啊 就开始往上攻啊 但是到了下午之后呢 又开始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 那也就差不多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上证指数 还是创业板指数 都非常接近六十均线 那看来呢 六十均线这个关口啊 今天是没法攻了 那只能是看看明天的市场的一个情况 再来看一下 今天互生两市板块涨幅居前的最后原来线啊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CIO概念啊 综合技术服务快递概念 眼科概念 那么涨幅呢 从百分之五点九一到百分之四点二九 再来看看下跌的有哪些啊 MLCC概念网络营销 直接跳动在线教育以及水泥 跌幅呢 从百分之一点七九到百分之一点一 下跌的幅度并不大 看一下科创版前世大情况啊 科创版的前世大呢 是七家涨 三家下跌 其中大全能源啊 今天的涨幅达到了百分之十点八啊 那么其余的呢 好像只有天壳光能啊 稍微有点印象啊 涨了百分之三啊 那看一下创业版 我创业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那么创业版的前世大 全重股 所有的都是红盘啊 所以怪不得创业版呢 今天涨幅还是比较大 因为创业版当中呢 比如说医疗啊 这个相依的一些啊 个股呢 是比较多一些 那么今天的啊 包括还有康隆化成啊 是属于创新药的啊 都是属于涨幅的一个前列 再看看今天主板市场啊 主板市场的茅台啊 前世大权重当中 今天一枝独秀 涨了百分之三点五 那么另外呢 有四加是下跌的 那么但是中国石油呢 今天还是涨了百分之一点八一啊 那么这是主板啊 那看看深圳主板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深圳主板呢 是六加上涨 四加下跌 下跌的呢 基本上下跌的幅度都是比较小的啊 上涨的其中顺丰 以及干风理业啊 涨幅呢 是偏淡一些啊 那么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又到了要介绍 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 是崔广敏啊 另外一位是白颖杰 两位好啊 那今天这个市场呢 指数是一个冲高回落 那么接下来反弹 是不是仍然会有利啊 我们来听听两位的一个看法啊 先请出白颖杰 白颖杰 我觉得就主板指数而言的话 在3530附近 还是会形成一定压力 指数层面 我觉得还是区间正当 未来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 板块聚焦的这些机会点 3530附近 也就是差不多是60均线 这个位置附近啊 有一定的压力 那广敏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认为目前的护子这边 应该是一个偏三角形整理的一个状态 那么上方呢 正好是受到了 之前连线的高点的压力 也就是3520点左右 那下方呢 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低位 大概是在三 现在目前来在看 在3450点左右 那我觉得 如果悲观一点的话 可能还会去 再一次的去往三角形 下过去震荡一下 如果强的话 那么在3500点 做一个夯时 那么后市还是有望向上突破的 确实啊 广敏如果从 我们从周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三角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是的 这是两位嘉宾对于盘面的一个看法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一些嘉宾在有看头加上的一个观点 那白眼前呢 这个观点呢 是昨天晚间给出的军工和证券板块会如何操作 可能在课程当中做了一个讲解 那老袁呢 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 也提到了这个军工板块 那我认为呢 控架浪力并非极彩 跟极彩是完全有质的一个区别 那同时呢 控架浪力并非极彩呢 它还有一个层面 这次呢 是陆军提出的 换句话说 空军火箭军信息化装备 这部分目前来看 现代化战争当中 是非常强调的这些板块 我们认为依然看好 那么也可见呢 今天军工板块 从低开到最后的一个走强 确实还有这方面的一个逻辑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敏 广敏呢 是在盘后 给出的一个观点 六四军线依然存在压力 徐世荣在今天早晨 给出的一个观点是 半年线和3550点 这位置呢 多空双方将会有激烈的一个争夺 那么还有定位明 是盘后给出的一个观点 接着棒 重回高价板块 或引发后市的一个震荡 葛建颖在今天中午 给出的一个观点呢 是市场反弹结构 短期跟随 这个持股呢 要跟随等这个滞涨时 再做部分的一个高抛 那么这是我们一些嘉宾 在有看头加上今天全天 各个时段的一个观点 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 一起来聊聊 今天的一个市场 这个指数 我们怎么来看待 我们先请出广敏 来有请广敏 好的 那我认为目前户指来看 前面说了 是一个三角形整理的状态 那么主要是整个的盘口 我们说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的共振 那么之前几次强调的这个创业板指 之前是调整创了一个新低之后 目前一个反弹状态 那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反弹并不是说整个创业板的调整结束 那么之前讲的就是上涨16周以后 基本上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横盘 或者说以空间来代替时间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这个位置还是有存在这个较长时间的横盘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尤其是在现在还没中报 还没有完全披露完毕的时间节点 还是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 所以说这是创业板指后面可能出现回落 新的一些板块的启动的一个迹象 包括上周也讲了这个券商有可能启动 那么本周也是有一定的表现 所以说目前还是一个偏翘翘板的效应 那么从今天的这个指数来看呢 其实也是我们发现早盘拉券商 但是小票就开始回落 那么到了这个券商不拉的时候 反而小票开始缓步的往上攻 所以说目前的翘翘板效应还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还是延续上周的看法 就是说目前市场虽然户指这边没有太多的表现 但是中正500和中正1000指数 还是不断的在创出新高 包括今天这个中正1000指数也是创出了新高 这个中正500指数面临着突破新高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的目前市场的风格 依然是偏这个中票和小票这边 那么主要的包括前面老院提到成交量在又放大了一个台阶 那么我个人认为是这么理解 就是说之前的一些大白马 尤其是在最近几天出现了一个加速下跌 尤其是像一些我们说药毛也好 还是一些真正的茅台也好 就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下跌之后 是在低位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量 那么也可以理解为这部分的放量的资金可能向一些就是中小票去转移 那么也导致了成交量明显的一个放大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资金切换的过程 那么整个指数来说 在他们没有完全的见底之前 或者说没有搭一个平台形成一个向上的走势之前 我觉得市场难以形成一个大小同涨共振向上突破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指数暂时还是维持在一个3500点左右震荡的一个情况 那么后市我需要在8月30号中暴完全披露完毕之后 可能一批我们说之前的这种暴场股也好 还是一批业绩非常优良的股出来也好 这批的股票带领市场产生一个一波新的热点 然后形成一个向上走势之后 那么市场可能会形成一个向上突破的走势 这是我的看法 这是广敏带来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白颖杰 来听听白颖杰的一个观点 来 有请 好的 首先对于指数来说的话 我先想讲一下这个创业版 因为创业版我们知道今天其实是注册制改革一周年 数据上我也看了一下 现在已经有170家上市公司是实行了这个注册制上市 那么之后的话自从这个推出之后 我们看其实创业版它的一个活跃度跟以往去比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目前日均的这个换手差不多在2.9%左右 而且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同样一个板块出现一个同步的这个上涨 在板块内部也是有分化 那很明显20厘米是更能够得到资金的这个关注 所以我觉得整体市场在未来市场过程中 可能创业版依旧还是一个重心吧 从指数的这个点位来说的话 我还是延续上周的观点 我觉得在3300这个位置一旦收复了之后 那么接下去反弹的目标 从日K线的这个节奏来说的话目标是在3400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是创业版的 那从主板的这个运行 我觉得还是先要看一下上证50 因为毕竟大权重对于指数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上证50我觉得现在是处在一个这个日线和周线 形成一个共振的这样一个筑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为什么主要是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从空间的这个角度 那么上证50我们看到今年是在2月份开始见顶的 那见顶回落到这个上周已经是调整了整整27周 那时间来说的话也是相对比较长 从空间的这个角度 这一轮下来跌幅是超过了23% 区间的这个正幅也要是超过了30% 那如果我们按照波浪的这个A和C 这个按照1比1的这样的一个测算 基本上这一段的这个回落是差不多在3048的这个位置 从周K线来说的话 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短周期的一个低点的这个信号 那么再从资金的这个角度 那其实上星期五我是看到就是说 我们以上证50ETF的这样一个资金流向做一个统计 上一周就净流入了63亿元 那这个数据代表什么 这个数据是近一年以来我们看到单周流入最大的一周 这是指的二级市场还是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的一个净流入是这样 所以资金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其实也是起到了一定稳定支撑的这个作用 那么另外的一个资金 我们就从期权的一个多空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期权的话 这个是50和30的 那其实从数据上可以看到 进入到8月份之后 整体的一个这个蓝线是居上的 那也就意味着整体市场 其实期权的这个持仓比啊 它的一个空方是相对比较占优的 那么一直到昨天啊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50也好 还是300也好 很明显出现了一个空方下滑的这样一个向下拐的这个迹象 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接下去这个几天 其实对于我们50 包括30的这个反弹也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作用 那么带来第二个图就是我们的这个期权的一个波动指数 那么这个图根据数据的这个统计啊 想表达是什么样的意思 就是整个一个波动指数 它的一个日内如果幅度是相对比较大的话 就是比较往往是接近短周期走势的一个拐点啊 那么从上半年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拐点可以看到像2月18号 就是今年的一个高点 那当天我们看到期权波动指数幅度也是相对比较大 那么随后呢 在这个3月9号这一天 波动也是比较大 那么当时是打出了3328的一个小低点 随后后面两天就开始向上展开反弹 从比较近阶段来说的话是7月28号 那么也是上周我们看到3312的这个低点 那当天幅度也是比较大 最近一次其实就是在上星期五 那上周我们还有整个一个这个波动指数的 它的一个日内幅度也是相对比较大 那以这个呼声300这样的一个期权的这个波动指数 来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案例 那我觉得后期可能以300也好 包括50也好 就是说短周期的这个拐点其实已经是比较接近了 在这个位置比较容易出现这样一个筑底的信号 那么接下去的话 从指数的这个运行 我个人可能会更多的去看看这个呼声300 因为之前其实我更多的可能聚焦这个中正500和1000 那300的话一方面我们刚才看到期权的这样一个拐点比较临近 第二个的话就是从它的一个市盈率 因为二月份相对比较高 那个时候市盈率在17倍 那么到昨天为止我看了一下已经跌到了中位数以下13.56倍 回撤的这个时间其实也是相对比较长的 那么另外从日K线的这个结构 这个是呼声300的一个走势图 那么现在第二波的这样的一个斜率的这样一个下跌和主声段的那波斜率下跌 很明显我们看到是呈现了一个放缓的这个迹象 那也就意味着整个一个回落的这样的一个空放这个动能 其实是在慢慢衰减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从形态上 那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是达到了 这个是应该是7月份 7月份的一个箱体 箱体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半分位置 这是去年7月份 对对去年7月份的这个半分位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点 那形态结构现在有希望形成一个双底的这样一个筑底过程 所以后期我觉得呼声300 包括呼声300的这个ETF 都是我会重点去关注的 那么另外一点我就觉得指数可能是在这个区间做一定的这样一个震荡 那更多的还是要把这个关注点聚焦在我们个股上 比如说这个平均股价指数 就是说指数可能受到一些大群众的这个影响 包括创业板也是 但是我们看到平均股价其实已经创了15年以来的这个新高了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大部分那些个股 其实相对它的一个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 所以接下去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不要被指数所影响 还是轻指数中个股 好 两位都是对市场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分析的一个逻辑 以及一些观点 那么刚才白颖杰也提到了 我们A股市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已经一周年了 那一周年当中我相信我们的投资者感慨也是比较多的 那最深的一个体会 刚才白颖杰已经提到了 这个创业板呢 有了这个注册制改革以后 从2G市场的一个角度来说 它的弹性更大了 这个上下波动可以20% 那相比于主板的600 以及00打投的 002打投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有了这方面的一个交易性的一个优势 但反过头来想 那我们资本市场投资是为了什么 投资是为了这个从低位买入 有投资价值的时候入场 然后呢 到高位市场开始有投机这种风格的一个情况下呢 你得出场 对不对 所以从目前来看 我们的一个改革已经是没有回头见 从现在来看呢 走了两步 第一步是这个咱们科创版 第二步是创业版 现在双创 从制度的一个角度来说是差不多的 那接下来 我觉得市场可能就要倒逼主板市场 未来的一个注册制 因为不能永远这样存在 永远这样存在的话 那有投资价值的主板市场 那些个股 无人问津啊 资金都到了双创 那些因为有20%的同板块当中 你就去寻找这些 这有备长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相信 未来可能不久 我们的政策市场都会更进一步走向全面注册制 那这我们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一天到来 那这是题外话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厂外嘉宾 来听听厂外嘉宾对于今天市场是如何看的 我们先请出葛剑影 来有请 目前市场属于区间大幅震荡中的偏阶段性反弹阶段 短期上看 上证指数3520附近的压力能否突破 如果能够突破 就再次进入3520到3580的强势震荡区间内 否则有可能会进行震荡叙事 虽然板块和个股的波段机会不少 但我觉得需要提前埋伏或第一时间跟进 目前关注重点有通讯电子 多元金融 医疗医药及高端制造等 谢谢葛剑影的一个分析 那么其实包括葛剑影以及两位嘉宾在内 都提到了市场近阶段的一个风格的一个特点 那么近期市场风格轮动是比较明显的 从毛指数大白马到碳中和硬科技 板块效应非常明显 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退出系列课程只需要9块9 手把手教你捕捉强势股 识别机构抱团的一个方向 现在领取 即可以获得课程永久回放 全程专属助教等服务 扫码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获取完整的一个听课方式 好的 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场内的两位嘉宾 来聊聊接下来如何操作 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先请出广敏 来 有请广敏 好的 那么最近还是重点的关注是 中报业绩预争的个股 那么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大概已经有一半的上市公司 披露了中报的业绩 那么我梳理了一下 大部分集中在钢铁 有色和化工这三个板块当中 其实业绩增长的幅度 或者说是力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后期的话 集中在这三个板块当中 那么包括市场现在的主流热点 也在这个三个板块 当然相对来说 是处在一个偏高位 但是我们的重点 还是可以去挖掘一些 相对低位的板块 低位的细分的行业 比如说像有色当中 像钢这个金属 包括是木或者说是锡 这一类的金属 其实今年的涨幅 也不是说特别大 大概也40%到50%左右 那么包括化工当中的 这个甲醇这一类的 包括化肥这一类的 我觉得相对于电解液 这一类的是锂电池相关的 那么涨幅非常大 我觉得关注这一类的 偏低位的细分的一些行业 我觉得也是最近表现 也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所以说今天列了一张表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选股的思路 首先是中报业绩预争 大概是要大于100% 这样的一个增速 那么有业绩的保障 那么第二个是市盈率的估值 在30倍以下 那么当然是在左右 也是可以的 那么第三个是 最近三个月的涨幅 不宜太过涨幅太大 那么防止像之前的 一些消费类的股票 出现了翻倍之后的一个回落 所以说我把它定在小于30% 那么这类的股票 相对来说 即使后面市场回落 它的跌幅相对比较小 那么这三个关注点 如果是选出来的话 大概也就在十几个股票左右 那么在这个当中挖掘的话 我觉得中报过后 尤其是8月30号以后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相对的收益 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好 谢谢光明 光明的这个思考的一个逻辑 很简单 你要有业绩 所以半年报 首先提出一个增长要100% 这个是比较苛刻的一个要求 增长100% 那么这是一个条件 第二个呢 他给出了估值 要低于30倍 当然这个波动 稍微上一点 也是可以 他做了一个补充 那第三个 就是近期没什么大涨 你要有涨 但是没有什么大涨 那么这些呢 他才会把偏资源 偏上游的这些板块呢 纳入到观察的一个名单 这非常冷静 那么这几个条件 那么朋友们也可以参照 这几个条件 来看看自己的手上 是不是符合 接下来我们再请出白颖杰 来听听白颖杰 你觉得下一步 对哪个板块 可能你会看得更多一些 好的 近期我更多的会关注 建材当中的这个水泥板块 主要还是从四个逻辑点 那第一个就是市场 最根本的一个供需 从需求我们看到 其实是有一个 很明显的改善 包括价格也出现了 这个止跌上涨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整体水泥 现在的这个估值 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 那未来是有一个估值 修复的这样一个机会在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从资金的这个角度 我们说光有基本面不行 你还有得到资金的这个认可 北上也是有一个持续回流 第四点的话 就是技术的这个形态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 超跌助敌反弹的 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首先第一个 就是从供需的这个角度 那么第一个图呢 是水泥的这个价格 那其实进入八月份之后 我们看到水泥价格 是很明显出现了一个 上涨向上的这个拐点 那么环比是小幅上涨 百分之一点八 同比是上升了百分之三点二以上 那这一波我觉得 带动水泥价格走强 主要还是在于它的一个 需求上的这个改善 因为上半年我们看到 其实基建发展 其实是不及预期的 到了下半年之后 我们觉得整个一个专项债啊 未来它的一个预期 其实是有一个增量的 这个过程当中 那因此对于 类似于像基建啊 包括固定散投资 这一块的话 其实对于水泥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需求上的 这样一个改善 那么再从供给端来说的话 最新的这个数据 上周我们看到 全国的这个水泥 库容比只有百分之五十七 环比也是出现了一个 很明显的这个下降 同比下降接近百分之八个点 就幅度是比较大 那么再加上 整个一个新增产能的 这样一个受限 包括碳中和环保的 一些高压政策 所以我觉得 对于水泥的 当下的这个价格 其实是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支撑 以及向上的这个作用 那么第二点的话 就是估值的这个角度 这个图呢 我们看到 这个是水泥板块 第一个是水泥板块 当下的一个估值 整体市盈率 现在只有P在7.1倍 中位数的话 是在9.04 很明显 整体其实已经低于 我们整个中位数 包括是目前的 这个水泥板块 其实是它是处在 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 那右边这个图呢 和我们整个一个 A股的这个市盈率 去比的话 那同样也是很明显 出在一个相对的 一个低点 一个低位置 那目前我们也 仔细去看过 就部分的一些龙头的 这个水泥上市公司 估值也只有 大概五六倍 那现在伴随着 这个盈利方面 我们觉得水煤的 这个价差 盈利方面 其实有一个 很明显的改善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的话 马上要进入 这个10月份的 一个传统水泥的 一个旺季 所以我觉得在 接下来的 这个三个月市场当中 水泥它 基本面这一块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 这个确定性 板块也是有一个 估值上的 这样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 那么第三个 就是资金 资金这个图上 我们看到北上资金 近期其实对于 水泥板块 其实是有一个 很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 向上回流的 第一个是 它的一个市值 市值一个 向上的这个拐 那么第二个图 就是一个月的 一个流入的 这样一个体量 目前来看的话 是超过40亿的 这样的一个 近流入的一个状态 所以北上也是 相对比较 看好我们水泥板块的 那么从 最后一个就是形态 形态来说的话 这个是水泥板块的 一个周K线图 周K线图的话 我依旧 从这个时间和空间来说 那时间点的话 去年八月份 我们看到水泥是 先于整体市场 做了这样一个 建高点 调整在前 到今年 现在其实八月份 也整整是调整了 一年多的 这样一个时间 从空间的这个角度 行业板块这一波 跌幅是超过25% 最大的这个振幅 要超过30% 所以我觉得空间和时间 其实相对比较到位 那么第二就是 回踩的这个支撑 那现在正好是踩到了 我们说的这个脚踩前高 18年和15年前 两个高点 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 这样一个这个 企稳的这个反弹 所以组上几个 四方面的这个因素吧 我觉得接下去 对于水泥板块 我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 确实看好呢 有看好的一个理由 我们也可以看到 刚才白颖杰呢 是提了不少 像包括政策 现在的一个价格 甚至像目前的一个图形 对于另外呢 还追踪了一下资金 北向资金 也在不断的一个流露 那么这些都是看好的 当然其实也有风险点 你比如说风险点 那个是这个水泥行业 是耗能大户 耗能大户呢 有人说这是有利点 那确实从整个 我们A股市场 那个角度来说 是有利点 因为有了这个呢 可能有的水泥场会受限 那万一这个水泥场 就是你上市公司 这个水泥场呢 那你这个现产的话 那你产量下降 你利润上升 这个吨利润上升的话 你产量不足 可能最后 总体的利润也会不足 这一 第二个 你受限的话 那原材料是什么 煤炭呀 煤炭会涨价 部分成本的一个涨价 可能也会冲敌你 相应的一个利润 所以这个要 关键怎么看 但是从市场 我们有的时候呢 光看图形 图形呢 是包含一切 对吧 那从图形的一个角度 确实低的 已经跌到一个 比较低的位置 那么现在呢 开始有回升 这也是一种市场 达成的一个共识 好了不多说 我们先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字头APP 0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有5G投资图谱 有新能源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能源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抛析 各产业链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 把握行业的趋势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另外一位场外嘉宾 许亚林 听听许亚林 对行情怎么来判断 指数冲高回落 反弹仍有余力 近期指数明显走强 以新能源周期军工 证券为代表的反弹 带动了市场整体 赚钱效应的增强 近几日赚钱效应继续扩散 交易量持续保持 对市场保持乐观 接下来我会适当减持 锂电 新能源汽车 军工方向 增持证券 半导体 探机方向 整体维持较高仓位运作 好 谢谢许亚林的一个分析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场内 要进入有看头家来的板块 要请出姚中原 那今天的一个市场 总体上还是出现了一个 继续的上扬 并且成交量也放大了 但是两市好像不约而同 在六市均线位置这个附近 开始由工转手了 那么在目前这个当口 市场还有哪些板块 或者说哪些热点 是值得我们挖掘的 我们不妨来听听 姚中原是如何分析的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安围码 可以和有看头家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原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家 主板站稳年限 果然是连续出现了上涨 那想要突破前期的压力位 自然这个当中权重 它需要发力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这两天 北向资金在回流的过程当中 很明显 互股通这一块流入的是非常的多的 而在主板当中的权重 除了银行保险券商之外 还有一个具备弹性 并且有反弹空间的 就是酿酒板块 酿酒板块可以说 从今年的2月18日到上周五的低点为止 累计的跌幅多达34% 可以说调整的幅度非常的深 而在本周的市场当中 这两天 酿酒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征兆 首先酿酒板块在MACD的指标上来讲 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底背离 那MACD的底背离 预示着这个地方有反弹的信号开启 而关键是这两天机构资金对于酿酒板块的持续的流入 很明显多达30几个亿 并且尤其在今天的市场当中 酿酒板块是净流入了超过27.77一个亿 仅次于权重当中的券商板块 很明显对于无论券商也好 还是酿酒也好 都是主板当中的核心权重 那既然资金在这个地方连续的大面积的操作和异动 这也预示着主板突破压力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对于想要突破主板当中 把握到那一口能够有效上涨的方向的话 那这个地方既然有反弹信号资金关注的酿酒板块 自然少不了它的一个反弹的空间 那如果这两天酿酒板块那些估值合理的品种 获得机构资金的大面积的抄底 您想不想要去做更多的了解呢 所以今天我们把酿酒板块当中核心机构资金 在这个点位底背离之后 抄底的品种 那些估值回归合理的品种 帮大家去做了一个详尽的梳理和了解 您今天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来直接了解这当中 酿酒板块那些能够有价值的核心机构资金 抄底的品种 那我们除了机构资金有抄底酿酒和券商板块之外 那北向资金这两天又买了哪些品种呢 来看下面一张PPT 在这两天市场的调整的过程当中 其实北向资金有一些品种 在低位是出现了一个突击式的加仓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突击加仓的品种 从前期的五月份是大面积出现了一个回落 而就在近一个月的低位盘整的过程当中 北向资金下方的筹码是直接连续的加仓 由原先持股比例在0.7%瞬间翻倍 甚至于更多加到了1.7% 这当中资金是大面积的净流入 而这两天正好在今天实现了能够下跌通道突破的这种放量的阳线 那这也说明对于机构资金抄底之后 这些个股的轨迹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那既然有北向资金的连续抄底 启动信号又出现了 那这些核心的品种是值得在后期反弹当中 多加留意和关注的 那今天这些品种也会在给您的资料当中 您去好好的找一找 那最后我们再聊一下软件板块 来看下面一张PPT 昨天也跟大家去聊过 在上涨通道回踩确认完毕之后 出现再度启动的软件板块 可以讲今天软件板块是走得非常的温和 走了一根昨天阳线上方的缩量的十字心 那机构资金向北向资金 在这当中依然是保持在36个亿左右的资金 所以这两天虽然酿酒板块没有出现连续的拉伸 但是这个当中依旧是处于上涨结构中继的缩量震荡和调整 那对于这些板块当中一些核心的品种 依旧是可以去作为一个重点的关注和留意的对象 好的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就跟您聊到这里了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那今天指数呢 有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动作 尽管回落的幅度不是很大 但是到了一个关键点位 出现这样的一个回落 那么问题来了 反弹是否还有余力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跟我们的投资者 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交流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呢 就会揭晓单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当下行情常常犯难 想抄底怕行情再下台阶 想换股手中股票一身套 再看看又怕行情反弹踏空 怎么办 当下阶段你更需要理性交易 盲目抄底不可取 现在就将帮你解决问题的 底部思维交易法免费送给你 从四大维度提升你的交易能力 现在立即拿出手机扫描平板二维码 现在扫马上就能免费领取 拿到底部思维交易法 你会发现 它可以帮助你选出穿越牛熊的低估值板块 教你快速找出反弹持续性较强个股 同时识别出起涨点 还可以实时监测资金流向 从四大维度 助你把握当下行情 避免踏空 简单易学 尽快扫描平板二维码 免费领取 抢先使用底部思维交易法 早一天做聪明交易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富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本节目由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联联看 高景气板块调整是上车的机会吗 分享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本轮市场调整以白酒医药板块为主 前期涨幅过高的高景气板块 除了部分锂电上游之外 半导体 新能源 汽车等 都是出现了高位回调 本周将会进入到尾声阶段 从白酒医药板块出来的资金 会寻找新的机会 下半年智能制造 高端装备 工业机械 军工 以及新材料板块 获有表现的机会 配置上均衡布局 等待板块轮动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分享您对于A股市场的看法 接着请袁静心 为我们揭晓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指数有一个冲高回落 尽管幅度不大 但是问题来了 反弹是否仍有余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 投资者朋友是如何来选择的 认为有的还有余力的 是达到了61% 认为没有39% 那就四六开 那么这是第一个投票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投票的一个情况 对哪位嘉宾的观点 你更支持一下 我看了一下是广敏 更高一些 但两者相差不大 白眼睛落后3% 再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观众说 由于近期的连续放量阳线 吃掉了之前的连续阴线 使得技术面走势变好了 未来需要震荡整顾 才能让指数上涨更加有力 日线上MACD指标处于 绿柱变红柱的一个形态 KT节指标是第一位金叉 那么这些指标提示后市 仍然将震荡反弹 这是第一位观众 第二位说上证连续两天反弹 再次接近了60天线的一个压力 踹板60天线这个位置 在3356点附近 今天最高达到了3351点 接近了压力位 短期应该逢高减仓 特别是前期涨幅过大的 并且高位连续放量的一个品种 要及时止盈锁定利润 那么这是两位观众 给我们的留言 我看了一下 真是肺腑之言了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来看看技术上 今天的这根阳线如何来看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享受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3000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 案例分析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金节目 扎老师选策略 就上九方之头 在周三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留意哪些领先指标呢 接着就跟随远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新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上证指数 是继续高开高走 冲破了半年线以后 出现了一个加速的一个上行 午后在临近六四均线的一个附近 开始有所回落 收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阳线 上方六四均线支持制药 明天收盘 如果能够站上3533点的话 那么有意思了 十日均线也将出现一个助长拐点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五日均线的一个助长拐点 是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呢 明天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六四均线这个位置 恐怕还是比较难站稳 所以十日均线能不能出现一个助长拐点呢 还真不好说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月空周多日多的一个趋势 跟昨天相比的是有所改善 是可以持有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不动区间 3493到3536点 那为什么说在这个位置 站上六四均线比较难呢 其实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的上证指数的一个六四均线 是微微上行的 那在这个均线的理论当中呢 它不是助跌 没有反压 压制指数的一个上涨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这个位置附近 连续四天 前面的两根阳线 我们不看的话 连续四天的一个上涨 那么在 就在六四均线的一个关口 杀鱼而归 没有上行 反而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前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六四均线 还是向上的一个情况下 连续两根阳线 那这次又是连续两根阳线 但是呢 这次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变了是什么 六四均线是反压向下 反压向下的话呢 理论上 对于指数的一个上行是不利的 那增加了一个不利因素之后 那市场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可能站上五六均线 并且呢 反抽以后继续向上 那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说 是存疑的 当然今天成交量已经放大了 那么现在来看呢 不仅仅是成交量的问题 还有板块选择的问题 你光拉指数的话 那可能一下子就可以上去 甚至不需要那么大的一个成交量 就可以上去 但是其他板块是不是愿意买账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明天不仅要成交量 有保障 第二个板块 就像我们在开场白当中所说的 你也应该要选择一个偏低位的 或者中位的这些板块 来进行一个拉升 那么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 今天是高开探底到五日均线 转跌为深 它是先有一个下探的一个动作 站稳了五日均线以后呢 再反升向上 向上以后呢 拿下了十日均线 并且呢 有进一步上行的一个动作 上方呢 逼近了六十日均线 才开始出现一个回落 最后呢 收了一个放量的十字阳线 那从阳线的一个质量角度来看 跟上证指数 两天的一个阳线相比 是明显有差异的 它不是两天 两根阳线都非常大 而是一大一小 后市呢 仍将有这个能力 去尝试 从上六市均线 那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月转空周空 日多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不动区间 三千二百八十九 到三千三百七十三点 那么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再回来 一方面呢 要请出两位嘉宾来聊聊 接下来的一个走势 另外一方面 再给大家看看 我们几个嘉宾 在锦囊上的一个表现 来 本节目由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家职一算 今日一开盘 我要动啊 那六成的女生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求我了 九方之头 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上海整装 以好设计 高品质 值得信赖的装修方案 解决你家装修痛点 报价确定 杜绝恶意增向 上海整装 采用外观面积 报价的方式 让你家装修 不再为公开面积买单 以防一下 杜绝坐地起价 效果确定 设计效果不走样 上海整装 提供三套免费方案 直到你满意 设计师全程跟进 全程把关 设计效果 同期确定 装修管家 一管到底 三级五键 十七道键收节点 确保各道工序 高至有序推进 建立专属微信群 服务零距离 相应零时差 上海整装 致力成为千万家庭 值得信赖的家装伙伴 众多装修业主 口碑相传 如果你家也就装修 那就赶紧拨打官方热线 4000338338 或扫描二维码 上海整装 你看得见的品质 为你装出理想家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我喜欢这种快节奏 高效率的生活 老味道 新体验 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放心一餐 精神一天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大家好 我是张瑶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 龙虎决心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 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战中 经常会用到的 龙虎决心战法 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 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 来领取 龙虎决心战法 是张瑶老师 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榜数据 判断游资大佬的 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 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的 有没有帮助 扫描二维码 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 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龙虎榜 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游资 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 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搁 不搁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 是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景南的一个情况 首先江崎的一个多英子一号 那今天的一个总收益 又上了一个台阶 达到了464% 基本上是满仓的一个证券期货 它的一个多英子二号呢 也基本满仓的是证券期货 但今天是做过交易的 总收益呢 也是上了一个台阶 达到了195% 再来看一下成冰的 成冰这两个今天仓位 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昨天这个魔法师 是20%的一个仓位 今天加了 这个昨天久违全景呢 是满仓的 那么今天减了 这一增一减 蛮有意思的 但是仓位我不知道是买什么 再看一下许亚林 许亚林呢 是85%的一个仓位 是41%的这个收益 徐世伦蛮有意思的 基本上每天 收益呢 是上了一个点 那么今天呢 17.17 也很好记的一个数字 仓位继续是35%左右 那么这是几位嘉宾的 这个景囊上的一个情况 那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 先请出广敏 来有请广敏 那我认为后市呢 主要是还是一个偏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么有有8月底或者9月初 有往市场形成一个突破 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是先突破以后再做一个回踩 类似于像当时4月份 还不是5月份的时候 当时也一个三角形 偏整理突破之后一个回踩 那么市场可能会有一个略为向上的一个走势 那从板块方面来说呢 我个人的目前的配置情况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首先呢是一个大的这个周期板块 我觉得是一个偏高位 还是一个偏热点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相对目前刚刚启动的一些券商板块 我觉得是是刚刚启动 那么这个可以也作为一个偏重点的一个持仓 那么这两个方向呢 我觉得是未来一段时间 甚至9月份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 好 谢谢广敏 接下来我们请出白颖杰 来 有请 好的 对于操作层面的话 我之前一直跟踪关注的这个军工 包括证券相关的一些ETF 我觉得在最近的这个市场当中 尤其是军工啊 虽然短周期可能出现了几彩的这个消息面 这个影响 但是从今天盘口来看的话 是很明显是得到了这样一个 探底回升的这样一个修复 从日K线的一个军工形态结构来说的话 现在军线其实也是形成了一个老丫头刚刚开口的这个迹象 所以后期军工我会持续关注 那么对于证券板块的话 在低位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我觉得可能还是短周期 它的一个持续力度未必会很强 那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短周期的这样一个波段的这个操作会更好一些 那这两个板块我觉得未来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些 要实现碳中和 关键的关键和重中之重是什么 电力的脱碳和零碳化 是我们未来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的关键之关键 或者我讲是重中之重 节能降碳 绿见未来 如何认识双碳目标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那么再聪明一点你就发现5000年给你一次举 就在这五年看你行不行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 碳中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振 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 和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 将深入探讨低碳发展与能源转型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黄振 我是同济大学吴志强 本周六22点五时 敬请关注 本周六嶺 thấy 勇者室的 correctly 感谢观看